甲板上警示響起飛彈接連從發射井呼嘯升空 美軍國客級驅逐艦中雲號接連發射標準二型防空飛彈 在太平洋艦隊臉書曝光 今年環太平洋軍演包含美日韓加澳等10國 最新照片曝光22艘各國軍艦列隊航行 領頭的則是美軍洛杉磯級攻擊潛艦 展現隱藏的水下實力 各國大秀肌肉 隔海對象共軍在台海演習布局 解放軍接連穿越海峽中線試探國軍反應 外船空軍有三套劇本接戰 國防部也首度回應 對我有明確的一個攻擊行為 或是威脅的時候 我們就會來評估行使自衛權 並且在獲得授權之後來執行 不只防衛固守 中科月研製瑞淵無人機 打算部署東沙太平兩套各四架 強化南海徵搜能力 另外國造雲豹甲車最新版CM34 搭載MK44鏈炮 追加21輛增加首都防衛能力 還刺激國內產業 全部市場有278億元 那這個全部都留在國內 30年下來會有995億元的效益 面對威脅強化國防自主 在美中衝突白熱化的局面之下 維護台灣自身利益 及一位林誠之恩特報道